开心小哥哥 你有太多的理由 勇敢向前走 你有恩多的借口 潇洒的歌舞 今天你是主角 我们手牵手 阳光被随你我左右 啦啦啦啦啦啦啦 大手牵小手 想着快乐 想着幸福 想着阳光 想着明天走 想着明天走 有人把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比喻成摇篮 他摇大了当年许多心怀梦想的文艺少年们 而接下来我们将要为您请出的 也同样与我们的总台同声有着不解之缘 他是谁呢 只要我说出他的名字 大家就都能够脱口而出他扮演过的角色 他是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帅气英俊的吕布 他是亮剑中忠勇豪气的楚云飞 他是电影《芙蓉镇》当中 胆小懦弱的李满庚 他是历史片《两宫皇太后》当中 《宫亲王一新》 他就是著名的影视演员 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团友 张光北 欢迎他 请坐 刚才看咱们团友唱歌了吧 在后台见到了我很多48年以前的同学 这个非常高兴 特别激动 因为这48年吧 我离开合唱团以后吧 有的见过 但是真是没见到这么多同学 我真的得感谢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总台同声 小时候唱歌好像有很多故事 比如说闪闪的《红星》 大伙非常熟悉 我现在最珍贵的是 我老说 我说我小时候比现在有出息 为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 我天天老听我小时候十一二岁的歌曲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可能都知道 比如像《金色太阳永不落》 我给大家唱两句 叫 我给党来唱之歌 唱之歌 当时母亲故意我 当时母亲故意我 故意我 您的光归照天地 金色太阳永不落 您的光归照天地 金色太阳永不落 金色太阳永不落 这是我另唱的 还有好多就不一一唱了 太谦虚了 但最遗憾的是呢 就是《闪闪的红星》 嗯 《闪闪的红星》啊 实际吧 是我领唱的 《红星山山》 《光彩》 《光彩》 这是我领唱的 还有那个 《夜半山更游》 《闪闪的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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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俩唱一二重唱啊 我唱儿子 他唱妈 你看 《闪闪的红星》 《夜半山更游》 《闪闪的红星》 《闪闪的红星》 这母亲和儿子一起唱 后来呢都录好了 录好了以后审查没通过 不是我们唱的没通过 是那个片子没通过 后来又补拍 补拍再录的时候 就找不到我了 为什么找不到我呢 我就长这个了 变生了 所以我觉得是最大的遗憾 但是后来没想到 就当成电影演员了 没当成歌唱家 当歌唱家也会很优秀 是不是 那你觉得合唱团的锻炼成长 对你从事表演艺术 有什么样的益处 如果没有合唱团 没有我的老师 在那么小的时候培养我 没有我今天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条件不如现在这么好 老师就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 当时我变生的时候 那沈克肖老师现在已经过世了 刻意骑着一辆自行车 到我们家去 跟我父亲讲 说这孩子吧 这个变生了 但是退了团了呀 不能把艺术丢掉了 不能把唱歌丢掉了 因为唱歌是人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们给这孩子呀 买一手风琴 那时候买手风琴特别不容易啊 家里能花283块钱买一手风琴 那是真不容易 沈老师说 一定给这孩子买 这孩子以后一定会搞艺术的 后来我的父母就听了我们老师的话 就给我买了一个手风琴 后来沈老师还给我找手风琴老师 从那开始以后 就爱上艺术了 就知道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了 而且是自己生活不可丢失的一部分了 所以一直艺术伴随着我 这个恢复高考以后 我首先想的是 我要考艺术学院 所以初心啊 没改 直到今天 我们从事了艺术的工作 我觉得还得牢记我们老师的话 唱歌为我们人民而唱 演戏为我们人民而演 好 那今天的张光北 也要回到我们的小团友当中 与大家共唱一首 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歌 这回你可以担任领唱 谢谢 现在担任伴奏的是 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庄陈老师 我们是共产主义 七六七八九 我这个叫来kek 开放爱 het 没我六九九九九九九五十八十七十三十一全已经最高兴露了大家 cada五十八十一或第二年 community 这是的结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贤卑的光荣传统 爱苏国爱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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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现在我宣读 献给平世芳老师的致敬词 十七年如一日 情细央广少年合唱 一颗心两头芒 双脚为梦想距离丈量 一句句试唱恋耳 你比别人更多一份担当 一声声快乐歌唱 你用音乐编织一双翅膀 甘当人梯相伴成长 桃李芬芳歌声美 大爱无痕平世芳 总台同声合唱音乐会 向平世芳老师致敬 伴随着改革开放 便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小朋友们 我们要向小海音学习 从小在风雨里惯练 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 对不对呀 看谁飞得高 老师我们要和小海音 一起去看看祖国各地的小朋友去 好吗 小海音飞了 小海音飞了 你快看 小海音飞来了 尽管那个时候的电视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还不是很普及 尽管那个时候电视机小小的黑白屏幕还时常飘着雪花 需要拉一拉天线来调整它 可是孩子们的歌声从此又多了一种传播的渠道 1961年当时的北京电视台 也就是今天的中央电视台 成立了银河少年电视演出队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银河艺术团已经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少年业余表演团队之一 孩子们不仅拥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还用甜美的歌声来展示中国少年儿童的崭新风貌 每一次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面向北京孩子们的招生 都是热爱艺术的小同学和家长的一件大事 50多年来从不曾改变过 银河艺术团从他诞生之日起 就非常注重培养小团员们各方面的艺术才能 戏剧表演、舞蹈、声乐、戏曲以及乐器演奏 都是团里的培训方向 银河艺术团的小团员们参加电影、电视剧的拍摄 为大量的影视剧配音 在历年的春节、六一等大型电视文艺晚会中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老师们的精心拍摄 银河艺术团的表演 在给电视观众带来艺术享受的同时 也为孩子们插上了实现梦想的翅膀 他们当中许多人因此走上了艺术道路 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河艺术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河艺术团 oshoNetwork非常慌 终 杨河艺术团工作应тоящ 好 我们在监ppt中 今 Jetzt就しょう 签字幕志愿者 杨河艺术团 你坐 你坐 大海啊大海 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已经唱着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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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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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